現在軍委的位置 小心喔,這邊有機器,不好意思喔 ここ,這邊有機器,這邊有機器,這邊有機器 謝謝 愛不愛愛不愛 謝謝 今天的服裝呢 其實是台灣的設計師做的衣服 然後很謝謝他們 這套衣服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是為了1月4號 愛不愛這個Legacy的演唱會 然後到時候 我們會做幾套衣服可以說的對不對 我們會有兩套衣服 然後會有 就是一黑一白的主題 這樣然後這個是 目前訂裝的其中一套 就是黑色 所以其實台灣有很多 在服裝設計上非常厲害的設計師 這次就跟他們合作 我其實前幾天 其實有默默的交換了一下 禮物跟朋友 然後就是有好禮物跟爛禮物 我們就是那個主題就是 從家裡面我們不用買的 從家裡面找 然後找自己覺得 用不到但是卻又 很可惜的好禮物 然後跟爛禮物這樣 然後有一個朋友準備的爛禮物 就是那個乾洗衣店 送回來衣服的那種白色衣架 五支 他本來當時他說 他解釋到的時候 他跟他媽說 媽幫我拿三支衣架來 然後我說算算算媽 拿五支好了 可是我後來我心想說 三支跟五支有差嗎 然後不就是那白鐵的衣架 還好不是我抽到 對啊 我們就是有一種 再循環的那種交換禮物方式這樣 喔 我提供那個 很可愛的睫毛夾 會bling bling的 然後跟就是女生 因為我們那是一票女生嘛 就是女生會 就是去party的時候 會喜歡用的可以在身上 鋪亮亮的那種 鋪亮亮的亮粉這樣子 這一次其實因為是在legacy 然後所以表演方式會蠻不一樣的 然後就是用live band的方式 然後有一些歌曲也會有蠻特別的改編 然後昨天已經開始彩拍了 然後彩拍了一部分我覺得 很好玩啦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有一些歌曲都有很不一樣的改編 邀請嘉賓 還不知道 27號就知道 27號就會確定嘉賓 對 演唱會當然 因為這是愛不愛專輯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總結 然後所以 專輯裡面的歌 大部分也都會唱 然後以往一些比較經典的歌曲也會有 然後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因為是live的演出 所以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編 然後讓大家可能 一開始會先聽不出來 我是要唱哪一首歌 謝謝大家